我发现我真的很少给你们推荐口红 这不是夏天吗 谁不想去泰国玩呢 但是呢特殊情况 大家还是好好地待在家里 去不了泰国 那就来看男仔给你们推荐 泰国的开价口红和唇釉 最低只要19块9 第一个巴拉巴拉口红 19块9的价格是相当的便宜 这个壳子看是挺高级的 我手里这就是M29 一个非常百搭的橘棕色 有的是长淡妆和浓妆都能hold得住 这个质地比较干 上载之前呢最好做个打底 我现在是一个比较薄涂的状态 非常的显白很显气色 超级正的一个红棕色 平时上班或者上课都可以用 我现在后涂一下 叠加后涂之后 这个颜色还是很有气场的 总的来说这只颜色 它是一个非常百搭的颜色 任何皮肤都可以用 日常或者去聚会啊 跟着低啊都是可以的 第二只6 story的唇釉 是说是泰国最好的唇釉 我手里这个02是一个干枯玫瑰色 等干了之后就是一个雾面雅光的唇釉 上嘴很轻薄 但是显色度又很棒 低调又有存在感啊 之前刘文涂这个颜色的时候 就感觉这个颜色好像是 为它量身定做的 你们知道吗 也是挺显摆的 而且非常温柔 涂了它你离超模又进了一步 它有一个优点就是 几乎不沾的 而且在嘴巴上干了之后 存在感很低 是雅光全热里面 自己做的很轻薄的那一款 不到60块钱 大家可以试一试其他颜色 第三个beauty cottage口红 提到他们的家最火的肯定是09号 但是我这一支 是小助理给我挑的18号 这个就是前两年特别火的 脏橘色 我个人觉得稍微有一点点看腻了 但是小助理特别喜欢 而且现在还是有很多人会喜欢脏橘色 上嘴的质地非常的丝滑 但却是比较高级的那种雅光妆效 在这种雾面雅光口红里面呢 它这个质地做的是真的挺不错的了 就像德服那个口号 正想丝滑 但是也是因为这个质地原因啊 它比较润 所以沾杯情况还是有的 我也好久没有给你们出口红了啊 这期视频呢也可以算是试爽吧 果然口红就是可以给女人带来快乐 你们还有什么私藏的开